高雄市議會日前辦理一場論壇 與會來賓大咖雲集 並且全都是關係到高雄工商產業 未來發展的播花先驅者 而高雄面臨全球性的競爭 如何殺出重圍 搶得先機 都是論壇中討論建議的重點方向 未來來講 第一個 如何降低空氣污染 如何節能減碳 絕對是一個重要趨勢 我想這個是跟我們的居住環境平均 都有相對密切的關係 那麼高雄最近這幾年 我們看到財政經費有不斷的挹注 那麼政府對於高雄產業的投入 也應該有一定程度的想法 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是可以 彼此來做一個相互相成的功效 我想在這幾年 大家可以看到高雄整體 在產業轉型這件事情上 做了很大的一個努力 也有許多的突破 當然在整體的大結構上來說的話 產業結構面的轉型 我們可以看到 包含半導體產業 電動車產業 以及資訊科技的5G IOT產業 都紛紛的落腳在高雄 但另外更重要的其實是我們 在地既有的這個基礎工業 如何共同的來做一個升級轉型 那我想這個升級轉型 其實主要有兩大面向 第一個是會專注在我們的數位轉型 而第二塊則是在我們的近零轉型 在未來的發展的過程當中 如何為產業提供最好的一個投資環境 或是說必要的資源 甚至引領提升發展的一個方向 能夠跟上時代的潮流 尤其現在比較強調的就是企業 ESG企業永續的目標 那這些種種都需要我們 是我們政府單位的幫忙 也需要我們企業全力來投入 面對全球在節能減碳 以及ESG的投入不遺於立下 工產業聚集的高雄 也面臨重大挑戰 生產結構面的改革勢必要面對 為了協助企業度過轉型陣痛期 高雄市政府一方面積極招商引之外 同時也以5GALT 作為全台的運作核心基地 導入數位綠能科技的應用 更進一步爭取到 探權交易所總公司在高雄的設立 讓工商企業可以就近建立出 更具競爭力的未來 我想高雄市現在因為 X科技廊代裡面 帶來一些半導力產業的進駐 包括高鏈廠的轉型等等這些 所以以往我們比較欠缺的 高科技產業的投入比較少 那最近真的有很多廠商陸續進來 第二經濟部投資106億 在5G AIOT的一個產業 整個科技的一個服務跟應用 也可以帶動整個整體產業的成長 是做這個系統的整合的這些公司 可以幫助我們在地的企業 進行數位轉型 而另外一塊很重要的 其實是在近零轉型的這一塊 我們可以知道在整體的 這個探權交易所總公司 已經落腳設立在我們的高雄雅灣區 不僅僅是如此 在接下來我們的10月 高雄市政府這一邊也會成立 這個近零學院 透過更多的這個不論是認證的公司 以及相關的這個服務的產業 包含資源的雲端企業等等 來協助待機的這個企業 來進行組織的碳盤查 甚至是他們產品的這個碳中和 或者是整體的這個碳權的認證等等 如何達成節能減碳 如何接軌國際趨勢 也是產業發展不可或缺的條件 因此我們希望透過本市的論壇 會高雄產業的發展把脈 研討如何引入優質企業 如何升級在地產業 如何運用淨零排放 以及如何準備數位轉型 目前大陸在過去30年來 建立起來最大的一個優勢是 他們的產業鏈比台灣來得完整 他們的產業鏈遍布他們的石化 他們的鋼鐵 而且這個能力在提升中 所以高雄一定要轉型 一定要轉型 那有兩個很清楚的一個趨勢 有兩個很清楚的一個機會 一個就是數位化 那另外一個更重要的事情就是 剛才有提到的ESG 我們的碳充合 這個說到ESG就是輸入國 就是本土人的國家進步的國家 我們輸出國是我們骨骼人的國家 台灣包括 我們是骨骼的人 他們以前給我們客館水 客館給我們當品 還不需要耍 他們說我們把碳子炸一些回去 所以用這個ESG 當然對地球是好的 但是大家都要面臨很大的壓力 環境的變革 城市的轉型 以及商業競爭力的升級 都是需要全民共識 加以克服解決 期盼透過這場產業新趨勢 高雄新格局 產官學民的研討論壇 找出那把推動高雄蛻變 發展躍升全球主要城市競爭力的鑰匙 起航出發 邁向企業永續經營的航道 記者是李佳龍高雄報導 가자